板洞万龙火车站 热闹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王爷们好亲戚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小松已经坐了高铁 换乘这个算是地铁还是城铁 已经到了万龙了 现在准备咱们去尝尝美食 小松刚才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当地人 他说有哪家餐厅比较好吃 比较受欢迎老店 就给小松介绍了一下 现在小松准备出车站 很繁华万龙在这个地方 一般靠近地铁或者是公交车站 还是火车站 都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这边也是美食做 走吧 咱们现在去尝尝美食 Let's go 以前来万龙都是开车 现在咱们走路了 大街小巷这边 吃的东西也不够啊 查了一下这个 从网上查了一下 咱们先去一家餐厅查一张啊 吃点当地的美食啊 也可以打车 也可以做摩滴啊 也可以走路啊 哇到了这个老的一个建筑啊 这个白塔就在火车站的部阵 这里边应该有一个博物馆式的感觉啊 非常大 诶 这是不是万龙会议中心呢 哎呀 应该是啊 哇 来到了这个万龙的会议中心了 对对对就是 诶 这么巧啊 因为以前咱们这个总理 周恩来总理就是在这儿宣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呀 万龙会议啊 重要讲话 哇 到了万龙会议中心啊 看这个大树 这个晚上灯光看不清楚啊 现在跟着这个导航走啊 刚才有一个摩滴问 啊 小松你要不要上车呀 坐车去 我说我不用 我不用 哇 绕到这个铁道这儿来了 等于是 这个饭店是在 车站的后边 这就是铁板桥 走路的时候有声音啊 后门啊 后门啊 哇 小松现在到了这个餐厅了啊 这边是烤肉串啊 咱们看一看啊 有什么烤肉串 哇 叫 哇 3 鸟 香 鸟噅 Això吗 这您您这没有烤肉串啊 哎呀 您 ok bigger 这您没有烤肉串啊 有什么点吗 这个护肉串这我 attachment 70,000? 多少枝? 10枝 10枝? 70,000? 跟London? London,我没有 Nasi 哦,70,000 哇,这个是1973年啊 从1973年,1973 哇,你看 1973年 H.M.K.M.M. OK,尝试吧 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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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直接拿到这里 哦,是的 好的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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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就是爸爸 这是爸爸 哇 哇,这个 鸡蛋 鸡蛋 所以爸爸名字是鸡蛋 哦,鸡蛋 哇,这个是 你现在多少年纪?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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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啊 哇,这个是鸡蛋 这个是鸡蛋 这是第二代 第三代了 第三代了 第三代人了 三代人开这个 卖这个 它这个一串是大概 一份是十串 十串大概是和人民币30块钱左右吧 三十来块钱左右 你看 这个刚才烤啊 三十来块钱 等病哈 看它烤怎么样啊 如果数学咱们算2024年减去1973年大概是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的口数啊 五十一大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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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用鸡蛋 鸡蛋 用鸡蛋 鸡蛋 哦,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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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种鞋子 这个是有的 是 是的 好 我们就用这个酱 我们用这个酱 一个特製的酱 师傅,我现在跟我们一起吃 是的 我们现在是吃辣的 是的 是的 我们刚才是一会儿做这个 我去哪里 在革命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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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从北京 哦 中国 对 中国 北京 哇 刚才这个 哎呀 看着就肚子饿呀 喇叭了 厉害 我们用奶 用 毕业 然后我们用奶 我们用奶 哇 哇 如果想尝一尝万龙的这个烤套羊肉串啊 直接买一张高铁的票 坐着高铁45分钟 就直接到这来尝一尝了 所以多方便啊 科技带来的改变啊 就是越来越快递啊 还不光是这个 那如果说快递呢 你在网上买一个东西啊 比如在万龙买到 好 来 好 来 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再 也在达出道了 所以这就是 速度啊 高铁带来的便捷 好多有人啊 这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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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 炭炭 炭炭 51年啊 2024 51年 哇 这炭炭炭的肉啊 好吗 有顽喽 满 av 满 满满 满满 啊 先吃直立啊 OK 有 你来看看 哇 它这个有花生酱啊 还有这种 这种酱 你看 一种是甜酱油跟洋葱 一种是这个花生酱 所以一般印尼的烤串都用花生酱 喝这个热茶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特色吧 谁咱们吃肉串就给饭呢 印尼就这样什么都得搭配米饭吃 这又下雨了 小兄弟真的是来的太巧了 没被雨淋到 好了 现在咱们尝一尝 先来一串咱们先尝一尝味道 先来一个原味的 有嚼头 印尼的羊肉串都有嚼头啊 还行 这个比较软 有热茶啊 这还真的蘸点酱 要是没味儿 有点酱 花生酱 有味儿了 咱们再这回再试试啊 这个酱 甜酱油的酱 断一断 有一点辣椒 有点小洋葱 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有甜酱油的味道 还行 比方说基本上 口感比较好 没有那么硬 也没有那么软 小葱还是比较爱吃 这个花生酱 好吃 好吃 这个羊肉串 是小葱在印尼吃到的最好的羊肉串 真的 没有那么硬 也吃不出来羊肉的味道 等它腌制过 不错 鹿香推厨咱们也来点米饭吧 要不然崩吃一串 没有点煮汁也不行 下雨天啊 适合喝一点汤 倒 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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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羊肉挂着 这个是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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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肥油居然也能穿串 这个是肥油 这个是肥油 这个是一块钱 一个十块钱 在那裏 放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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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先要用的 放在那裏 放在那裏 好 这裏就慢慢吃了 到了万龙 咱们尝美食 吃完好串 咱们喝咖啡 不过这个 就不要下雨了 好了 印尼小松在 51年三代人开的老店 欢迎大家收看个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谢谢啊 爸爸 谢谢 哇 啊